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上了床也不一定有结果的年代 劈腿出柜的整本越来越低 人心越来越浮躁 一纸欢书 海誓山盟 纸子支手 鱼子斜老 听起来像是莫大的讽刺 也是啊 现在结婚多么便宜 交九元的公本费就可以了 离婚 也是九元就可以轻松搞定的事情 仿佛所谓的爱情 真的很连强 如果此时再回顾我们祖辈父辈的婚姻 会惊人地发现那种 一生只爱一个人的爱情 愈发的温暖美好 令人羡慕不已 蔡康永曾说爱情是没的选择 我并没有喜欢哪一种类型的人 如果我喜欢你 那么我喜欢的就只是你 可是如今太多的爱情 只是因为你恰好赶对了合适的时间 婚姻更像挑选性价比合适的货物 我们每个人都在货柜上 走马观花地快速打量对方 还没想好 就凑在了一起过日子 但是一生只爱一个人 用生命去爱你的爱情 从不只是传说 我们都知道何希曾对三毛说过的一句话 你在等我六年 我读大学四年 扶兵一两年 等六年过去了 我就娶你 好吗 那些给过你的承诺 我一定会待你实现 可是那时的何希 还是一个乳丑未干的小孩 三毛就没把他说的话当真 笑着拒绝了他 本以为两人在乌瓜哥 偏偏命运 这么捉弄人 三毛有一次旅行到了西班牙 一天三毛刚回到住的地方 就接到朋友的紧急电话 叫他赶紧过去找他 三毛一路飞奔 去到朋友那里 本以为发生了人命关天的大事 但是却被朋友神神秘秘地 带去了一个房间 他一进去 就被一双强有力的手臂 从身后紧紧抱了起来 三毛定身细看 才发现眼前这个人身材高大 一连虎差的西班牙青年 正是当年许他六年婚约的何希 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三毛上学时期的照片 照片都是何希偷偷偷拍摄的 你在身边 你就是世界 你不在身边 全世界都是你 一想到这个爱了他整整六年的西班牙少年 三毛哭了 并在心里暗暗决定 就是他了 就这样 三毛和何希 在撒哈拉沙漠的阿优安小镇 登基结婚了 他们结婚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何希送给三毛做定情信物的 骆驼刀骨 三毛很喜欢 一直把它放在桌上 当作宝贝珍藏着 两个人亲手用帆布搭起帐篷 用铁皮做成小屋 在沙漠上建起了最美丽的房子 每一个细节 无不透露着两人炙热的爱 幸福是什么呢 幸福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家好 就在我身边 后来因为战争的原因 他们不得不离开撒哈拉沙漠 离开阿尤恩小镇 他们搬到了非洲西北部的 大加纳里岛 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后 三毛又跟随何希 来到西班牙的拉巴马岛 虽然生活被流浪和不定充斥着 但这完全没有影响到 两人对生活的喜爱和激情 他写作 他工作 靠着两人彼此的努力 建立着自己的幸福世界 而且三毛每天都会按点 给在码头工作的何希送午饭 两人靠着彼此 看着大海 享受拥有彼此的生活 我想 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 常听爷爷说 我们那个时代啊 什么东西坏了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修一修 现在什么东西坏了 都想着换 老一辈的爱情 没有车子房子做担保 没有鲜花钻戒做铺垫 但是牵了手 就是一辈子 我从不羡慕大街上 风华正骂的情侣 只羡慕 年过半百 白发苍苍 依然只手相伴的老人 从前的日色慢 车 马 邮件都慢 一生 只够爱一个人 那时候的爱 不是热情无关声色 它和岁月交织在一起 年身越久 成为彼此生命的一部分 爱你二十岁的青涩稚嫩 爱你三十岁的野心薄薄 爱你四十岁的成熟稳重 爱你五十岁的潇洒自在 爱你六十岁的满头白发 爱你七十岁的温重 迟钝 希望自己能活到八十岁吧 只要我还在 就能继续爱你 在青山绿水之间 我想牵着你的手 走过这座桥 桥上是绿叶红花 桥下是流水人家 桥的那头 是青丝 桥的这头 是白方 年少时想把世界最好的给你 年老后 却发现世上最好的 是你 但愿来生我们还能再见 终日在一起 每天每天 从早晨口角 到夜深叮咛 一生所求不多 不要不老的青春 只要一个时光 抢不走的爱人 一世 两人 三餐 四季 足矣 陪伴在这最诚情的告白 祝愿大家 皆有此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